回你侯府吃去 吃醋了 這是什麼醋啊 我的 快嚐嚐 如何 比那尋常的六葉黃還要鮮美 我先是拿熊蟹膏單獨熬成了油 再去煸炒雌蟹黃 用黑毛豬油調作 拌上熱騰騰的米飯 越熱越好 這樣才能秤出原汁原味 確實 夫人還要舊傷在身 還非要自己親手挑鞋膏 以後這種事 吩咐奴婢做就是了 無妨 我先去煸炒雞 弄疼了 飯都要涼了 做了那麼久呢 肉的 這麼晚了 誰啊 來了來了 哪位啊 是我 本神醫 今日 買了蟹 然後順便路過此地 想請柳娘子嘗嘗仙 我 我不知道今日 招神醫為何會來送蟹 我約了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夫君 你去接待趙神醫吧 我先回後院了 好 家主 是 人呢 誰啊 柳娘子 關你什麼事啊 你還知道哪個是你真的家嗎 連表妹讓我給你拿的 她知道找你就對了 她口中不說 她看我的眼神 她都在說 你趙全也不是個好東西 你們男子都一個樣 來來來來 絕美啊 這不是黎媽媽做的吧 把筷子拿開點 什 什 什麼意思啊 又不是給你做的 想吃 回你侯服吃去 你吃醋了 吃什麼醋啊 我的 那 那你給我吃點啊 那不是給你留著嗎 這些你隨便吃 你是不是吃醋了 那就對了 對什麼啊 算不上 你 無異於她 她呢也是 稀里糊塗地把你當上郎君 那 這連發貨請指戶禮都不算是 這 她若碰到一個 讓她清心的男子 那也不是你 憑什麼不是我 本喉魅力無編 就是我 你給我吃一口 你幹嘛 李媽 收碗 柳氏 柳氏入了商會後 分了賀家一直壟斷的 一共生意 得到了各東家的禮遇 玉燒瓷房的生意 好得不得了 這月進了三百多兩呢 王爺 王爺 是 她確實比我最初想了要有趣一些 柳氏她 一直用心地做著 崔家當家竹木 若是萬一 日後讓她知道了真相 恕老奴直言 王爺 是否動了側隱之意 本王只是不想管她 就由她去 也算是讓她為了自己 正餘生的用度吧 等到時候抓到了陸文 這個佳佳酒 就該結束了 老奴心裡有數了